明朝疆域那么大,怎么调不来三十万兵马抵御后金? 1618年4月,卢尔哈世界故事贸易的机会恭喜辅顺,获人处三十万,之后,又全歼尾追的明军张成进步,大明未知震动,朝野上下纷纷讨论大脚、重创,最后身体欠佳的万力,下召全国调兵作战。 萨尔许之战前,明朝的兵力大致为边军七十万,金营十万,内地六十万左右,其中边军有战斗力的,大约为三分之一,金营选丰部足一万,内地的部队多数是治安水平,西南边将有五六万可以作战。 不算西南土司部队,大明可以作战的部队在三十万左右,但这三十万能都调吗?显然不能。 首先,内地俄兵都有防守任务,而且有些地区,比如宁夏,地方安全形势恶化,不大可能派兵。 所以,各地调兵都是很困难的,怎么解决?前脚调后脚堵,地方会把最精锐的部队派出去吗? 更不可能,因为地方承担地方防务,地,方都府,镇道,都是先护自己的辖区。 可以说,能从地方上调到兵就不错了,调到精兵就别止罢了,那能调多少呢? 总计各阵调遣多者不过十分之二,少者未及十分之一,且又随即招募顶补。 除辽东之外的六十万边军,能调六万多已经很难得了。 事实上,萨尔许之战前,宣府,大同,山西三镇发京齐约三万,严隋镇,宁夏镇,甘肃镇,库园镇四处发兵,共约二点五万人,加上内地各省发兵共约两万人,浙江步兵四千人,永顺,宝靖,十九各处土司兵约七千人,明军总数才八万多人。 叫兵不够,募兵来凑,寄疗总督汪克寿提出募兵三万的计划,最终募兵到两万多,十万之数就这样拼凑而成,而且前后共耗费了八个月的时间。 展开全文按照步六马四,明军约有四万匹战马,从民间梅与泰福寺朝廷的中央机构之一播给的,应付打仗实在差了点,就这数量还。 不够,只能从宣大,披宁买马,或者调兵自备。 而且,前线受后勤,气候等影响,马匹飞战斗折损率很高,营中一日倒闭马二百四十九匹。 在古代战争中,后勤主要有物资筹集,军饷筹集,以及运输问题。 天下争调,千里溃响,兴师时晚,日费万金。 为萨尔许之战准备的一年里,户部开支超过三百万两,兵部,工部合计,也在一百万两以上。 而各地方政府承担行军的攻击,运输人员招募,基本是摊派,事后消算很难。 这也是为什么行军频繁经过的区域,地方财政会崩溃。 电视剧中,一个士兵拿着长矛,刀或弓箭,最多骑一匹马。 但事实上,每个士兵至少会配备几件武器。 这些装备有的需要士兵携带,有的需要专门有驼马拉着,至少每五个步兵,就要有一匹驼马拉他们的物品。 因此,就有战车几千城,神器几千位,甲州万富,闷棍数万,火宫之巨十万,铜牵铁割毛宫。 使,捆在已输者不绝于路,迄今未修的现象,至于部队的军技,逃军,运输的损失,武器的质量等,继续分析下去,会让人崩溃。 战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,调兵去打仗,就是明朝中枢与地方政府之间,展开一场射击装备、人马、钱粮、运输等繁杂事宜的长时期博弈。 一场萨尔许之战,远在西南边陲的吐司,会感受到征兵压力,东南富庶的地主会承受家派的痛苦,京师附近的乡绅,会察觉到新滩派的到来。 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,各种拖延博弈之下,调集十万大军太难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